壯觀點鬧元宵活動 則是有中西式滑燈遊行 還有拆電明緩會 也是好熱鬧 每年元宵夜 壯觀元宵提燈節都會舉行 邁入第十個年頭 今年主題豐富多元 除了有傳統的古早燈之外 今年還加入了六大魚龍燈 還有充滿熱情活力的森巴舞群 整個隊伍浩浩蕩蕩 由社區一圈 加上災難煙火 點綴熱鬧元宵夜 我們藍營隊一共有二十個人 當然心情很高興 很好 非常地快樂 六四魚龍燈隊 我們希望年年有樂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已經邁入第十年了 有很多小朋友 現在都已經在練大學了 所以只有在壯觀的小朋友 他們可以有這種獨特的回憶 我們今年大壯觀在辦提登節的時候 特別我們還邀請了上能國小八肚國小 來我們社區裡面大家共襄盛舉之外 我們今年所有的隊伍都是我們道具 都是我們自己製造的 除了製作一些新的道具之外 我們今年所有的隊伍有五十幾個人 我們還會參與 今年三月二號在新竹所舉辦的這個 新竹標燈會 上能國小八肚國小的孩子也都加入遊行隊伍 一起感受鬧元宵的氣氛 我很開心來參加活動 因為提登龍很開心 開心的參加這次的元宵節活動 今天我們帶著我們小朋友來參加壯觀禮的 這個元宵提登龍的活動 那已經是第二次了 小朋友都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就是要歡慶元宵節 孩子及社區居民的參與下 還要猜登明 為十二年的中國春節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記者蔡小均採訪報導